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凯 我们要去看墨镜大佛 我们来到了布袋佛 然后它是因此上非常火的 那个那叫啥 戴着墨镜的大佛 如果大家坐电车的话 可以到这个布袋佛 到这个布袋佛的话 就离这个布袋佛很近 看一下这个因此上很火的这个墨镜大佛 墨镜的话主要是这个 这个是电车的警示器 刚好遮到这块角度问题 过会我要拍一拍 看能拍拍成拍不成 我来到了布袋佛 现在是下午天气还非常的好 这边是赛前 这边赛前就是 拿那个日本的五元硬币 然后投进去 然后就会有好运 哇这边还有一树很新鲜的花 看来经常有人在这换 oh no 它是假的 看走眼了 不过这边这个花是 这也是假的 哈哈哈哈哈哈 哇这边有好多杯啊 那边还有小的那个佛像头 ok现在重点来了去去拍照 拍他那个戴墨镜的照片 看我相机前面就是布袋佛 然后我相机后面就是电车的闸道 然后过会我去那边拍照 然后看能不能拍出戴墨镜的照片 今天刚好遇到电车过来 ok来拍一下 我来到了福米基里这边 来找角度看一下怎么能拍出墨镜的照片 这个福米基里也就是他切这个汉字 看我现在在福米基里的这边 然后大佛在那边 我要过到对面去拍照 天呐我找不到角度 这个角度也太刁穿了吧 看我就是这样拍这个大佛的 找角度 肯定不是这个那个啥了 这个景视器了 肯定要往这边走 往这边走的话 要走到什么程度 感觉像这个 那个红灯 但是高 站在这边的话高度不够 然后就在墨子底上面 这边我们基里这边拍那个大佛 真的一点都不好拍 那个角度真的很刁脏 然后我第二次尝试再尝试一下 给我找来我的帮手 Robin 来帮我找找角度 我 就原来是距离不够 站的远一点的话 终于终于找到了这个角度 最后我们在距离Fumiki 这么远的地方 然后才拍到了 要 要站在这个墓中的最这边 最远端 就是离Fumiki 最远端的地方 然后不断的放大 然后再 稍微移一下距离 然后就发现了 拍到了这个完美 OK 打卡成功 多亏了这位帮手 我才能成功的 找好角度 中国国国哪里できる 放下 这我了一点 这边还有一条河 下面时不时都会有大鱼 就是大家看这个大火的时候 可以顺便在这附近走一走 哇 这边的 这边的电车真的是特别的频繁 刚刚发现那个没有红灯 然后我们打算再拍一次挑战一下红灯 红色眼睛 最后跟想要打卡的朋友来说 这里面 这边就是拍个照 然后的话 可以散散步 其他的话 就没有什么好景点了 就是大家可以 选择樱花季来这边 樱花季来这边的话 还可以赏赏樱花 OK 感谢大家观看到最后 我们终于打卡成功了 谢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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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